咖啡色上衣的男子坐在夜市里玩麻将游戏 突然被人从后方勒住脖子 对方当街大喊咖啡色上衣男子欠钱发出巨大的声响 也引起不少顾客围观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东区汉溪夜市内 2号晚间20岁的张姓男子逛夜市 没想到被债主认了出来 当场就被拉出夜市外 警方到场了解原来是张姓男子 与另一名30岁的卓姓女子有债务租分 双方夜市内巧遇 事后双方就在夜市外因债务租分起了口角 所幸没有演变成流血冲突 警方到场会发现其他固法形式 警方不介入民事债务问题 后双方自行以新台币9500元达成和解 根据了解卓姓女子认为张姓男子日前诈欺骗了他的钱 所以先提告 没想到夜市里面巧遇 卓姓女子的朋友一气之下就将人拉出夜市 要求对方要还钱 幸好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以9500元和解和平 结束了这一场闹剧 TVBS新闻重温 老板一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